恩恩呀 DST在11月22號清晨 開始了第四次技能數更新β 這次更新了三個角色的技能數 分別是溫蒂、沃爾塔克斯和沃爾特 這支影片帶大家速看一下更新內容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從溫蒂開始 左上第一排 在滿祝福的林堪等級1 減緩骨灰彈內花瓣腐壞的速度 等級2 使溫蒂和他周圍的隊友受到瘋狂光環影響降低 等級3 阿比蓋爾可以在骨灰壇休息 獲得超出血量上限的血量 類似大力士的健身房可以超出強壯子上限 旁邊的 惡魔花瓣 等級1 溫蒂可以讓花瓣在惡魔花和普通花之間轉換 等級2 阿比蓋爾教溫蒂製作一件能夠裝備的花瓣裹絲布 當溫蒂受到傷害時 將傷害轉移到阿比身上 直到阿比蓋爾被收回 左上第二排 濃縮飲品 增加靈藥持續時間3個等級 旁邊的 復仇幽魂 當溫蒂或他的隊友死亡 在變成鬼魂後15秒內能夠復仇 右上第一排 小驚嚇的委託 等級1 降低小驚嚇想找的玩具距離 等級2 小驚嚇記得更多要找的玩具 等級3 小驚嚇會給予更多的哀悼榮耀 右上第二排 等級1 墓碑美化 溫蒂可以用鮮花裝飾墓碑 並邀請住在裡面的鬼魂出來玩 飛冬季時會在附近隨機生成惡魔花 等級2 最後的安息之地 溫蒂可以把墓碑挖起來 找地方重新安置 等級3 溫蒂的墓碑時 溫蒂可以製作自己的墓碑 右下 心靈夥伴 溫蒂能透過阿比蓋爾之花 對阿比蓋爾傳達更多訊息 阿比蓋爾之花可以開啟技能環 等級1 溫蒂提醒阿比蓋爾他是鬼 讓阿比迅速脫戰逃離敵人 等級2 阿比蓋爾會加速趕到溫蒂需要支援的地方 並提升攻擊頻率 等級3 讓阿比蓋爾威嚇附近的生物 使他們驚慌失措 中上 啟蒙盟友 擊殺月王後解鎖 不能和暗影盟友共存 等級1 阿比與月亮協調 獲得穿刺減傷 等級2 溫蒂可以製作心靈藥 使阿比獲得穿刺傷害 等藥效果持續120秒 等級3 在滿月時 可以用月向盤 阿比蓋爾轉換成月靈形態 在新月時可以用月向盤 讓阿比變回鬼魂 中下 暗影盟友 擊殺紅骨後解鎖 不能和啟蒙盟友共存 等級1 阿比與暗影協調 獲得穿刺減傷 等級2 溫蒂可以製作心靈藥 使阿比的抑傷效果持續時間增加10秒 靈藥效果持續一天 等級3 當溫蒂進行謀殺時 會釋放暗影 阿比得到暗影後會產生一次 55普通傷害加20穿刺傷害的爆炸 再來是沃塔克斯技能數 左半邊 乖巧分類 左排 生命使者 等級1 學習製作雙尾之星 可以用來復活隊友 等級2 雙尾之星復活的隊友不會受到最大生命值懲罰 等級3 學習5個乖巧分類技能解鎖 隊友使用雙尾之星會被傳送到沃塔所在的位置 沃塔使用則會釋放存在裡面的靈魂 乖巧分類中排 第二次治療 治療的範圍變大 右邊 反覆運動 使用靈魂跳躍要消耗的靈魂數量 會因為地圖以探索比而減少 右半邊 淘氣分類 最右排 靈魂誘餌 等級1 第一次進行靈魂跳躍後 在原本的位置會出現一個誘餌 將仇恨轉移到誘餌身上 等級2 如果誘餌沒有受到傷害 會持續更長時間 等級3 學習5個淘氣分類技能解鎖 靈魂誘餌在消失時會產生爆炸 所以正在攻擊或有仇恨的生物造成傷害 淘氣分類中排 靈魂竊取者 等級1 增加能夠產生靈魂 和沃塔克斯吸引靈魂的範圍 等級2 當靈魂被沃塔吸引時 存在的時間會增加 上面同樣是學習5個淘氣分類技能解鎖 靈魂穿刺 等級1 被你吸引的靈魂會對沿途的生物造成傷害 如果你手上拿著小偷包 靈魂造成的傷害會額外加上小偷包的部分傷害 等級2 被吸引的靈魂第一次碰到沃塔時會彈開 然後再次被吸引 淘氣分類左排 坎普斯背包 你跟坎普斯混得很熟 可以製作一個武器小偷包 小偷包的威力取決於你用他偷了多少東西 純粹光亮純粹恐懼會增加穿刺傷害 第2個 靈魂罐 絕會製作用來儲存靈魂的罐子 當靈魂罐不在沃榻的物品欄時 會隨時間緩慢的洩漏靈魂 左上 貪婪滿意 在物品欄內 每個裝滿的靈魂罐 可以使沃榻能夠持有的靈魂 最大數量加2 最高加10 右上 貪婪的收藏家 持有裝滿的靈魂罐 可以增加小偷包的傷害 最高疊加5個滿的靈魂罐 乖巧和淘氣分類看完 我們要先來看最上方的 天平 根據你選擇的乖巧與淘氣技能的數量 你會發現自己有了某種傾向 左邊是乖巧傾向 掉落的靈魂帶來的治療和理智增益增加 吃靈魂造成的理智損失增加 右邊是淘氣傾向 掉落的靈魂所帶來的治療和理智增益會減少 食用靈魂造成的理智損失減少 回到中下 愉悅的田園木戈 還消造成的睡眠持續時間增加 左邊即興拍銷演奏家 當你拿著拍銷的時候 偶爾會有衝動想來上一曲 這時候催拍銷不會消耗耐久度 右邊 冰玉的卡門 被拍銷催眠的生物 在醒來後一段時間內 不會對你產生仇恨 最後 融合分類 左邊 擊殺月王解鎖 不能和暗影收割者共存 啟蒙詐欺失 裝備月影虧或月影甲時 在靈魂迴響的狀態下 等待被釋放的靈魂會吸收 暗影生物造成的傷害 並且靈魂不會隨時間消失 右邊 擊殺紅骨後解鎖 不能和啟蒙詐欺失共存 暗影收割者 裝備暗影鐮刀時 在靈魂迴響的狀態下 等待被釋放的靈魂會將你所造成的傷害 擴散到附近的生物上 同樣靈魂不會隨時間消失 下一個是沃爾特技能數 左上 專業子彈分類 玉玻璃彈 擊中生物時 會在相當大的範圍內造成傷害 毒刺彈 擊中生物時 會在小範圍內造成傷害 肺料衝擊彈 擊中生物時可以造成電擊傷害 火藥彈 擊中時爆炸 造成相當大的傷害 恐懼彈 可以造成令人恐懼的傷害 黏著彈 可以稍微降低敵人的速度 左下 握筆訓練分類 握筆訓練戰 決心製作握筆訓練戰 並解鎖每個訓練徽章的基本版本 這個訓練戰需要玩家蓋出來之後 為握筆選擇徽章 選擇之後就可以訓練握筆這些徽章的能力 下面分別是不同勳章的更高等級 由左字右分別是 敏捷訓練 提高握筆更多的跑速 勇氣訓練 大幅增加握筆把沃爾特甩下來前 可以忍受的傷害 支援訓練 大幅減少沃爾特騎乘握筆時 應受到傷害而造成的理智損失 挖掘訓練 縮短挖掘後下次能再挖的冷卻時間 巡迴訓練 減少握筆失去物品的冷卻時間 並擴大失去的範圍 中下 彈弓工匠匠分類 彈弓工匠匠 虛系製作彈弓改裝套件 和一些用於定製彈弓的基本零件 橡皮帶 解鎖橡皮帶加裝 提高彈弓的射擊距離 防滑手柄 解鎖一個手柄加裝 防止彈弓從手中脫落 虛空之握 解鎖一個手柄加裝 提高你的射速 吐勒框架 解鎖一個框架加裝 增加一個特殊的彈藥槽 用於增加一種特殊攻擊 暴鬥框架 解鎖一個框架加裝 增加你的彈藥格數量 並且能夠使用蓄力攻擊 右邊 融合分類 左半邊 暗影盟友 擊殺紅骨後解鎖 不能和啟蒙盟友共存 虛系使用一坨撒製作彈藥 會大幅減少生物的移動速度 右半邊 啟蒙盟友 擊殺月王後解鎖 不能和暗影盟友共存 虛系使用月子物的殼製作彈藥 最後 中上 彈藥專家 虛系總共四個專業子彈 或融合技能來解鎖 虛系如何有效率的製作彈藥兩個等級 滿等可以用一份材料做出40個彈藥 這應該是官方去放聖誕節假期前的最後一次更新 可以看出官方卯足了權力 那麼影片結束前讓我工商一下 我平常也在接各式各樣的繪圖委託 現在也接受DST客製化MOD委託 小到功能物件大到整套角色MOD都可以做 有興趣的話可以到下方資訊欄查看詳情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技能數的大致內容 β測試才剛開始 所有內容都有可能在改動 Wendy的技能可能還會再加一個靈藥容器 最新消息以資訊欄裡的資料連結為準 想要關注更多Don't sub together的資訊不妨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小鈴鐺 也歡迎加入會員支持我們 感謝各位 またね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